警告的书卷 亲爱的小朋友您好 我是下凡哥哥 很高兴又能和你在空中相会了 耶利米被西底家王抓去了 他关的这段时间 还不断用各样的方式 传递天父爸爸要给犹太人的信息 好帮助他们预备 面对被外族统治的日子 当然除此之外 他一有机会 就会向国王西底家传达天父的教训 也会对他说 过去他曾经怎么样 向他之前的国王警告的事情 西底家王的反应 有时候好像听进去了 有时候又后悔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等音乐过后 下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曾经有一段时间 西底家王突然愿意 遵照耶利米给他的警告 他跟耶路撒冷的居民 定了一个约定 他要释放所有的西伯来人的努力 也就是因为家里贫穷 或者各样的原因 被他们自己的同胞买去 当作家里的努力 这样其实是违背了上帝的教训的 他们应该是照顾这些困苦的人 而不是趁机去把自己的同胞 拿来当努力的 西底家王召集人民和官员 让他们都同意要释放这些家里头的奴隶 不要再用奴隶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这些人因为汉国王立下了约定 就把这些西伯来同胞的奴隶们都已经给释放了 让他们可以得到自由 可是没有多久 这些人汉国王又改变了心意 还派人去把这些放走的同胞再抓回来 继续当他们的奴隶 这样可恶的事情 就让天父爸爸对耶利米说 当年我从埃及你们祖先曾经被奴役的地方 把所有的以色列人抢救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跟他们立了约定 我吩咐过他们 每隔七年就要释放那些卖身 做他们奴隶的西伯来同胞 只要这些人做满了六年的工作 就必须让他们自由 但是你们的祖先不理我 不听我的话 本来你们已经改变态度 做我所喜欢的事 你们同意释放那些做奴隶的以色列同胞 好让我可以原谅你们过去所犯的错 可是却突然又改变主意 根本是小看了我 所以你们既然不愿意服从我 看吧 就让你们自己去面对战争 瘟疫和饥荒吧 就这样西底嘉和他的大臣们 放弃了最后的悔改机会 相信耶利米也曾经告诉西底嘉 有关在他之前 约亚晋王背逆上帝的时期 就已经提出的警告 那时候天父要耶利米去找一群利甲人 约他们到圣殿的一个房间 预备给他们酒喝 耶利米就这样做了 当时他把利甲全族的人都找来 到一个圣殿的房间当中 利甲族他们其实不算是以色列人 而是当年跟以色列人 在旷野流浪的时候 就跟他们关系很亲密的 基尼人的一组 这些也算是信上帝的外族人身份的朋友 跟着耶利米他们到了圣殿的房间当中 耶利米就把酒杯和盛盘酒的酒壶 直接放在利甲族人的面前 对他们说 来请大家来喝点吧 没想到他们动都不动 只回答说 我们不喝酒 从我们的祖先 利甲的儿子约拿达 他命令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都不可以喝酒 不可以盖造房屋 不能耕种和拥有田产 而且命令我们一辈子都要住在帐篷里 就让我们可以在这块寄住的土地上 长久的留下来 一直到现在 我们都遵守了祖先 给我们的一切的命令 我们从来没有喝过酒 没有造过房子 更没有田产和耕种 直到尼布奖尼撒王 他们打来这里 我们只好躲进了耶路撒冷里 天父就用利甲人 他们一直遵守祖先的命令 让耶利米来提醒以色列人 这些以色列人 却连上帝的命令和教导 都不遵守 不听从 上帝就借着耶利米的口 要祝福这些顺服祖先教导的利甲人 所以将来 他们还会有人 会替代以色列人 亲自来服侍天父上帝 除了以利甲人 他们听从祖先的话 来证明以色列人 他们是故意不听从 上帝的话以外 又继续在约亚境 做尤大王的第四年 天父还告诉耶利米说 你拿书卷来 把我告诉你有关 以色列 尤大和列国的每一件事 都记录下来 从约西亚王的时代到今天 我对你说过的话 你都要写下来 也许 犹大人一听见 我要向他们降灾难 他们会离弃 邪恶的道路 我就能够赦免 他们的罪恶与过犯 这时耶利米请尼利亚的儿子 巴鲁莱 把天父向他说过的每一句话 都传授给他 他就帮助他把话 记录在一个书卷上 后来这些警告 都有在圣殿当中 向百姓们宣读 这时候天父的心意 都还在希望百姓们悔改 那时候还真的发生了一点效果 约亚金王的第五年九月 百姓们为了回应这些警告 就真的宣布大家要进食 不吃东西来表示他们的悔改 可是这些被宣读的话 透过书记官米盖亚 把这些听到的信息 一一地转述给 他在网宫中的同事们知道 为了确定这篇的信息 还让人把巴鲁找来 把整个书卷带来 一字一句地念给他们听 听完这篇责备警告百姓 和国王的信息 他们个个是目瞪口呆 紧张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不容易才对巴鲁说 我们必须把这件事 呈报给国王啊 接着他们要巴鲁和耶利米 记得先躲起来 免得国王听到这个不中听的消息 不会检讨自己 反倒要对他们不利呢 这些官员们 先是把书卷留在另一位 宫廷书记 以利沙玛的房间里 然后战战兢兢地去到王宫 向约亚晋王报告 这件耶利米的预言 和警告的内容 果然国王听了非常生气 根本就不听他们解释 直接派了尤底 去把书卷拿来 就在王的面前 正式地宣读起来 给王和所有的官员们听 因为那个时候 正是冬天的时候 王是一边听 一边坐在火炉边烤火 没想到尤底 才念完三四段 王就伸手 把整个书卷抢了过来 用刀子 把书卷整个割破 一把丢到火炉里头 直到整个书卷都烧光了 没想到 国王和现场听到的官员 是根本就不把 这个警告当一回事 一点都不害怕或后悔的 那些来报告的书记官 是怎么劝国王都不理会 还真的派人 要去抓耶利米和巴露 幸好他们先躲了起来 虽然约亚晋王 可以烧掉内卷书 可是上帝的话不会改变 上帝就再一次告诉耶利米 把这些话 抄到另外一份书卷上 还要耶利米告诉约亚晋王 因为他这样不理会 上帝的警告 那些上面说的被人统治 还有巴比伦的侵略等等 这一切的灾难 都会照着上帝所说的 应验在他和他的子孙 还有官员们身上 小朋友 看看上帝给了多少的警告 没想到 却被国王骄傲地 当作耳边风 耶利米到底接下来 还有哪一些故事呢 不要忘了继续收听 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 更别忘了 可以到我们救人之声的网站 点选儿童圣经故事 不但可以线上收听 还可以留下你宝贵的意见哦 儿童圣经故事 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 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 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 救恩之声这四个字 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 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 儿童圣经故事了 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耶稣西爱小孩小爱我 耶稣西爱小孩小爱我 爱小孩小我 在他心上做 耶稣西爱小孩小爱我 耶稣西爱小孩小爱你 你你你 耶稣西爱小孩小爱你 你你 爱小孩小你 完全追究你 耶稣西爱小孩小爱你 你你你 耶稣西爱小孩小爱我 你你你你 耶稣西爱小孩小爱我 你你你 爱小爱小我 你你他 在他心上做 耶稣西爱小孩小爱我 你你 他 你呢